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沃泰华的佛光硕士园游会季三好杯篮球赛 友谊赛 那当然这是一组好大的大规模的一个活动 包含Bedger Run颁奖 包含各个摊位 包含在大殿内还有蔡隆峰老师的摄影展 抄金 茶席 事前的义工准备的部分 我都觉得好多 包含多伦多的农师团 来舞龙 舞师 这些 太太丰富 开心农场 好多很丰富的画面就是了 我跟资胜法师商量 他说他手上已经都收集到资料了 他就打算了 哇 这个彻夜不眠就要去赶工 我说你都赶不出来一个晚上不行的 而且我说你不要说义工 他就是坚守岗位在摊位上拼命 他根本都没有去看到其他的 到底进行怎么样 我说就是我走来走去 我都看不 我看到篮球比赛那一环 我就看不到狮子在摊位采青 我都好想看 我看了前面布置的 但是善后等我去处理事情再回来 我又要赶着陪纽约的发心菩萨们 又要赶快出门 我看不到参与不到那个善后啊 我说我就很期待 这次的人间姻缘 帮我们把所有能够掌握得到的画面 把它完整的呈现 好期待哦 所以就我跟资胜法讲 说不如这样 我本来想说跟星期四对调一下 不行 来不及 直接跟星期五对调 所以今天就是先讲这个佛陀本怀的分享了 然后星期五呢 就变成了刚刚讲的这一大组的 以云游会为一个组轴的相关 辐射出去的各个这些精彩呢 要呈现出来 那甚至于我说不要一曲走到底 什么样的环节 用什么样的音乐 换音乐就换场景真的 哇 他说这个很好 所以敬请期待 星期五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上课吧 好 其实这也是在第四章 佛教传入中国的发展 最后一讲了 下一周应该进入到第五章 真的很有进度了 虽然佛语典故要慢慢讲 那个不算 好 那总之呢 我们来到两百三十七页 已经就师父分析完 这个佛教在中国 圣极一时之后 是怎么衰尾下来的十大原因 好 那这十大原因啊 我还特别把它写在旁边 我再一次头念给大家听 第一 本土宗教排挤 专制帝王毁佛 第二 佛教 蓬勃发展 引来皇朝不安 第三 佛教走入山林 消极脱离社会 第四 红讲 谈玄说庙 不众人文关怀 第五 金颤密教鼎盛 道德信仰堕落 第六 提倡鬼神信仰 殃及人间佛教 第七 外道邪教猖獗 混淆佛教真相 第八 宋明礼学兴起 代替佛教信仰 第九 西方文化影响 佛教无力抗拒 第十 藏经 凡多生傲 读者望之却不 这个十大原因 这是师父归纳下来的 然后我们接着 再看师父的这个总结 说 综合以上 不管它的发展也好 衰微也好 就综合以上 佛教在中国辉煌兴盛的原因 是因为提倡五戒十善的道德 倡导因果报应 讲善罚恶 这是兴盛的原因 所以可以说 佛教的戒律 清规 维护了社会的秩序 确实整个佛教 这两千多年来的 它跟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这个发展 它是交融在一起的 所以这两千多年来 这个历朝历代 简直改朝换代 就是都是战争 战乱 人民是苦不堪言 所以有一个信仰 那另外说 你说受教育的人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普及 肯定没有 但他们到底依靠什么 来衡量心中一把尺呢 那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念 戒律 道德 这些 所以真的是稳定 这个社会的秩序 好 我们接着看 比如说 比如说五戒 与儒家的五常 有相通之处 所谓不杀身 约人 不偷盗 约义 不邪淫 约理 不妄语 约性 不饮酒 吸毒 约智 仁义 理智性 这是儒家的五常 跟佛教的五戒 是相通的 其实除了五戒之外 佛教还有 四色 六度 八正道 四弘 四院 岂是一般宗教学说 能和佛教相比呢 真的 不是只有说 你不可以做什么 禁止做什么 包含 你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样 去生活 人间佛教 从事很多社会服务的事业 立国立民 尤其许多高僧大德 学问渊博 道德高超 受到历代帝王的尊重 发心护持佛教 人间佛教也契合人心 符合社会的需要 因此佛教的发展 就如日月光辉 这讲发展 后面 可惜 下一段 师父的开头就两个字 可惜 后来的佛教 没有继续将这些美德发扬 甚至许多因为职场失败 爱情失忆的人 纷纷进入佛教僧团 祭佛偷生 成为依赖佛教 吃教的出家人 龙蛇混杂 良又不起 佛教渐渐缺乏了人间性 不得不衰微下来 有些在社会 有些在社会适应不良的人 遇到困难挫折 然后就 这个祭佛偷生 就混入了佛门 这个闽南话叫 家高 家高 就是祭佛偷生 这个让社会的观感非常不好 甚至于是有些人以为 出家人都是 米虫 只是消耗社会资源 这个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把佛教从原本的刚刚师父讲的 怎么样新盛 怎么样好 到后面没有传承下来 就让人家认为 这个都是在依赖佛教吃教的人 既佛偷生 还有呢 在下一段 此外 佛教太过强调中派地域观念 导致各中各派相互排挤 致使思想复杂 认为自己的最好 批评对方 认为别人都不对 其实 这都是伤害佛教 像少数的一些学者 研究教 佛教 研究来研究去 都说佛教这里不好 那里不对 好像他们写论文的人 才是佛教的主宰者 你说 有这种想法 佛教焉德不衰败呢 好 这师父写的语气是很感慨的 最后一段话 行文至此 我不得不为佛教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 兴盛衰败 衰败兴盛 有所感叹 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 潮起潮落 正是一言难尽 令人扼腕唏嘘 所幸 还好了 师父后面还是来了一个转折语 你说还好 所幸 现在 大陆普遍接受佛教 有中国佛教协会 国家宗教局辅导 帮助佛教的发展 发扬人间佛教 看起来 未来 中国佛教的发展 还是有生机的 师父最后的这个 最后一笔啊 还是 寄予了一点期盼 还是有生机的 好 这个是整个第四章 真的像师父讲的 新盛衰败 衰败 新盛 潮起 潮落 好像一直是这样 那第五章啊 要进入到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那跟我们可是息息相关了 每一个篇章都是啦 但是我觉得 佛教要继续走下去啊 从佛陀 两千五百多年前 传入中国也超过两千年了 到现在一路走下来 往后怎么走 我们进入第五章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然后呢 敬请期待 当然明天还是一样啊 这个 佛语典故 星期五 我真的是好期待 我们一起来期待啦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秒鐘 sein 快 Smoo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